就看到2.33了 如果你进到 你下载完毕之后到 那个视窗的喜好设定 里面有没有 就看到一个2.33 那至于有很多书里面 都是跟你讲说 反正你就全部把它download下来 其实我建议不要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全部download下来之后 第一个浪费时间 而且第二个浪费你硬碟空间 全部download下来 最少6GB以上 你光要把它download下来 你家里频宽要多大 所以我试过一个晚上 还当不完 而且download下来之后 你要开启的时候 它光载入那个SDK 就载超久的 真的快要晕倒了 所以你光开发 很多人光看到这些东西 就已经可能就已经想放弃了 为什么太久了 怎么会这么慢 你即使用i7的电脑跑 也跑不太动 所以特别注意 装个一个两个就好了 不要全部装 那有的时候 如果说4.1 也许你可以装 不过你可以装的时候 你们 我们之后再测试看 因为之前我在别的地方上课的时候 发现4.1 跟那个Eclipse有冲突 有些东西 没有办法正常显示 这个问题我们看之后 有没有办法解决 主要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Eclipse是独立的一家公司 它是财团一个组织 Google Android又是另外一家公司 他们之间没有合作关系 所以两个之间并没有搭配得很好 尤其是东西最早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问题一堆 我们在try的时候就发现问题 那什么时候会稳定呢 等到大家都run一阵子之后有这个讯息 丢给Eclipse或丢给Android 他们之间就会去做修正 那修正就好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让大家知道一下 那至于其他的版本 我想在有空的话再把它抓下来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地方有个什么呢 模拟器 将来我们会需要怎么样呢 把它run出来 所以呢 模拟器会在旁边这边 也就是你挂了ADT之后 才会有这个画面的两个按钮 如果你没有ADT的话呢 这两个按钮是不会出现的 所以这个是ADT它所做的动作 那一样嘛 模拟器部分的话 我们也可以试着把它建一个2.3的一个模拟器 target的话选这一个 另外size部分的话选512 然后把这地方其他这个部分不用 HVGA就好了 画面不要太大 用HVGA我觉得就刚刚好 create一个新的ADT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产生一个新的模拟器 那我们将来在练习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练习一个模拟器 可以让我们看到结果 那当然还是建议各位 最好有一支ADT手机 如果说你将来开发出来的APP 也可以在上面乱乱看 那甚至当然还比较建议 因为ADT它有至少四种size 小中大超大 所以它不一样的size 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画面会不一样 不像iPhone嘛 iPhone就不一样